穿著紫紅色衣服的就是主隊傑子 對著就是伊拉克的球隊亞比爾 這場準決賽次回合的賽事全場是爆滿的 容納了6500人 首先就是主隊傑子有攻勢 可惜這球滴滴撞撞之下 未能夠轉化為射門 前鋒巴倫古素 已經有三球的進帳暫時是傑子的神射手 這位西班牙前鋒 在幾個球櫃都為傑子有好好的發揮 看到了 客隊亞比爾在中前場駁到一個自由球機會 開球只是短短的兩分多鐘 其實當時就是9月30號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當晚是下大雨的 所以現場球場都是很濕滑 一射過去 哎呀這樣就入了 5號的中堅 艾迪爺亞 這麼遠射過去的直接自由球 竟然入了 各位優神 開球只是短短的三分鐘 作客的艾比爾 憑著這個超遠程的佛球 先開紀錄 全場真是壓著無聲 始終是香港的主場地方 這麼早的時間就失球 只是排出兩個人場 這個呢 相信是可以說是一個失策 雖然比較遠 途程 嗯 都是要怪一怪 換張王真鵬 到最後 那個撲球的動作 一點點不拖不水 看不出來是想撲實球 還是打走球 結果這樣就先輸一球 其實因為在首回合 結智就是逼和對方1比1 是有作客入球的優勢 不過現在就已經要落後一球 這個球櫃頂上去也是差一點 看見到17號的薩哈爾 又投訴對方犯規 一波球證又沒有受理 看見到結智後防線已經敲起警號 沒錯 這一球很輕鬆 可以被對方斬入中間 只不過17號的薩哈爾 頂不中目標 結智的隊長又就會盧賓尼扔上海 包林高術得不下個位 這樣就沒有了控球拳 中間又錯得漂亮 左邊已經有兩個走位 五分島過來 手後的隊長沙拉 又撞過去了 這次進了 又是投除宮門 這次終於轉化成入球 亦都是很早的階段 只不過是9分鐘 見到10號的賴氣相當興奮 我猜不到結智就輸完一球 又再輸一球 十分鐘內落後0比2 這一刻就慘情了 整個旺角場 在那一刻真是一片死直 因為現在總比數變成 亞比爾領先3比1 而且有兩個作客入球 結智要進突的話 起碼要反勝3比2才可以 就算是2比2也會淘汰 亞洲竹葉杯歷史上 香港的球會最盡只去到4強 而結智在這裏暫時這一刻 是落後緊的 相信要極力反破 但是 此勢靈人的就是作客的艾比爾 這裏博到對手犯規 犯規的就是32號的張競爭 又是罰球 也有少少擔心 看見換張黃真鵬 神色都非常之形狀 剛才10號的拉希 投球入了一球 現在是否用右腳去處理罰球 看到艾祖舞亦都在 拉希亦都在 這樣直接射過去 就這一下欠缺角角度 射球就是20號的艾祖舞 較早前就是拉希射的 但這一球就轉了為艾祖舞 左腳是彎過去 可惜就是curve入中間 看到這一位就是 亞比爾的教頭 艾若比 應該都收貨了 在上半場可以領先到主打的結智兩球 下半場結智當然要即逆反破 這裡斷過來左路 背對著對方 看見25號的張國明 一個傳中球 可惜又找不到自己的隊友 仍然未解圍 繼續是潔子的攻勢 左邊人馬搭閘 林家偉 都是看不到一邊的隊友 結果就完全起到腳了這一球 射門就是18號的佐迪 今場結節仍然擺出4-3-3 前線就有巴林估掃 佐迪再搭張國明 這下 找到左敵 追回那個波 車身射過去也有些角度 這一球查拉都撲到彈彈腰 始終是一個彈地的地球 也有角度有力度 好可惜 傑子 這邊繼續是艾比爾的攻勢 在左路 落底線拐回到中間 跌倒了 糟了 出到球 美柱有人殺到 殺到就是17號的薩哈爾 自己也是很不服氣 因為只是差一步 如果這一球轉發到入球 領先到3-0就是大件事 追也沒得追 不過在場上的表現 都必須要承認 阿比爾整批球員的腳下功夫 而且傳接的技巧 是比傑子要稍勝一籌的 艾比爾在中場幾下短傳 都是one touch pass 沒有掉過的 一個直線側比前面 前面的球員是有越位的 但是後上 這裡左路 一路發爛 傳入中間 射才對 看到這一次 門將王震鵬 就沒有失手了 其實這一腳射過去 看到 這個薩哈爾 都是咬緊牙關的狂抽 都怕一怕 好像王震鵬 今場的發揮都不太穩定 帶來又是後上 這段可以說是崩潰 傑子的後防 幾下的直線 打算是莊越偉 亦都是不成功 差點是輸多球 看看這個反擊做不做得好 林家偉 回到左邊一點 再對 中間 過不了對方的守衛 對 出球的就是張劍鵬 其實傑子這場球 左右兩邊的環出球機會都不少 看看之前的慢鏡 再一次是17號的薩哈爾 如果再快一點 可以擠高的球 就可能已經凹死了 王震鵬 中間比3 好了 那傑子 在右路的角球 加上位左腳去處理 滿槍 打不應 最後混亂之際 高文這位後備入體球員 為傑子追成較接近紀錄 時間是69分鐘 還有20分鐘去追 沒錯 最重要是不要洩氣 看回這一球 見到巴倫古素 這些在禁區道 造成少少混亂 令到對方門將查拉 有少少判斷失誤 造咒就是門前的高文 左腳一鬥入網 高文在今場後備入體 換走了38號的顏樂鋒 洛峰的位置本身就是防中位置 好了 再一次有頭脫的機會 不過今次呢 哎呀過不了 查拉 頂得太正這一球 我見到就是徐德瑞來的 也是後備入體 今場 在12馬點前一點 一個咬也頂得很漂亮 可惜呢 角度差點 好了 這裡又有製造混亂的情況 查拉一 單手就打出界外 對呀 抹白刀的角球 這段氣勢呢 杰志翻回來 這段氣勢呢 畢竟呢 現場也有6500球迷 為他們打起來 再一次是家瑋 左腳全中 又是打不應 今次補不補得中呢 那見到現場就不斷大叫了 大家都覺得呢 這個球是入了這個網窩裡面的 一、二、三 那麽 那麽包括啊 那麽結志的教頭馬連娜 都是很緊張 那 查拉又一次 即是清得不美 那麽球再頂上來 加多一個 那麽這裏呢 我們呢 沒有個英眼技術 沒辦法很肯定那麽講 那麽球越過了八戒尾 不過球證呢 就說它不入的 那麽最終呢 一比二就是這一場次回合的戰果 那麽結志呢 兩回合雞以2比3落敗 其實結智已經相當厲害 已經成為第三支歷史勝 實入亞洲足協盃的準決賽球會 相信球迷也收貨 衰敗猶榮